火箭军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中国火箭军近日成功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释放了重要的战略信号 这不仅仅是年度训练计划的一部分 更是在当前国际局势下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的 洲际弹道导弹作为核大国核心威慑力的象征 任何试射都牵动着全球目光 尤其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试射 我们看一下历史纵向的对比 战略威慑我们不断在升级 这次试射是自1982年中国向太平洋海域试射巨浪1前射导弹以来 再次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 1982年的试射标志着 中国首次实现了三维一体战略核威慑能力的构建 及具备了陆基海基空基核打击能力的综合体系 40多年后火箭军的此次试射可能是陆基导弹的发射 也彰显出中国在技术和战略能力上不断的进步和巩固 那我们同时再跟国际局势进行的横向比较 这核武器依旧是和平的保障 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背景下 核武器依然是维护大国战略安全和国际地位的核心手段 俄欧冲突爆发后 国际秩序进入了高度不确定的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 核武器的存在不仅是大国间维护和平的重要手段 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战争升级 近年来其他五常国家也多次试射洲际导弹 但多次出现失败的情况 比如说美国的明冰三导弹在去年试射失败 它不得不中途自毁 而俄罗斯最新的萨尔玛特洲际导弹 甚至在发射井中直接爆炸 炸出个62米深的深坑 在这些背景之下 中国这次的成功试射 不仅展示了技术的可靠性 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解放军拥有可信赖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放在当前国际环境中进行考量 应对外界威胁是我们进行必要展示的手段 美西方最近不断发出针对中国的危险言论 特别是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公开提到 准备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言论 这些言论不仅来自美国军方高层 比如海军啊 还有空军部长 以及印太司令等等 还包括学术界一些声音 甚至讨论要降低核战争的门槛 与此同时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布局也在加紧进行 比如说美国陆基中岛系统长期驻扎菲律宾 明显是在强化对华军事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通过试射洲际导弹 明确向世界发出信号 表明中国具备强大的防卫能力 并不会坐视不管 那么这其中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呢 就是要捍卫和平与国家主权 你看我们这次导弹试射的目的 不是要展示中国导弹的强大打击力 或者说强调其携带 分岛式核弹头的这个能力 真正的意义在于中国并不是通过这次行动来 争强斗狠 而是明确表明中国的底线 也就是中国的核武器政策依旧遵循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 核战争打不得用不得的态度也未曾改变 中国这样的举动更像是公布底线 展示大棒 类似于罗斯福所说的手握大棒 轻声细语 通过这次试射 中国希望提醒世界 尤其是那些试图挑起冲突的国家 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也希望他们对自己的言行更加谨慎负责 中国成功试射洲际导弹 是展示力量也是捍卫和平的信号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以稳健的军事力量向世界表明了其坚守和平底线的决心 这不仅是对外界的警示 更是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进一步阐释